我们做基因工程的同志都知道 这个病毒你人工改造是肯定会留有痕迹的 没有这个痕迹 所以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所以基于以上这三点 武汉病毒所的职工和研究生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职工和研究生感染新冠病毒 武汉病毒所也没有能够直接感染人类的病毒 也没有开展过新冠病毒争议功能研究 更没有所谓的人造病毒 那么哪里来的因为违反实验室操作规程 而导致的病毒泄露呢 所以这种提法是违反 既违反伤势 也违背科学的规律